因為打造潛艦過程是機密 所以只能遠遠看 而且還是在廠房外看 台船董事長鄭文榮 接受3D專訪獨家解說 台灣發展潛艦國造真的不容易 目前在做的就是各個船段的 對接的工作 在焊接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在9月的時候能夠跟國人見面 這是國造潛艦IDS模型 有人說上橢圓下盾的雪茄型 像是日本昌龍級 有人說更像南韓公開的潛艦外觀 南韓潛艦造艦過程 把船身壓力殼 使用的高壓鋼板打造出弧形 再進行特殊焊接 並且透過雷射裝置 確保沒有絲毫縫隙 可以想像台船打造國造潛艦 要求標準有多高 國造潛艦原型艦 包含返造一共7個船段 據瞭解目前至少完成三個船段對接 進度超前 難怪鄭文龍敢打包票 9月問世下水 全世界能做潛艦的國家 不到十個 裝備是分散在各個地方的 我們儘量在國內找 以目前來看 就相當於九十幾家 可以協助台船 這以前沒有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它處於 在任何一段時間 這個潛艦的生產線 都處於一個生產的狀況 也許我們就是每隔四年 就有新的兩艘不斷的加入 潛艦的設計 建造跟專案官員能量 能夠繼續維持 維持台灣打造潛艦能量 更帶動國防產業發展 台灣二十年模擬艦 不只強化水下戰力 嚇阻共軍 更讓台灣擠身世界國防 高端公益國家 三立新聞 林凱軍 陳陽豪 格子剛 台北高雄 眾好島